祭美主,祭美主,Hallelujah,Amen,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福祉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到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耶稣基督你的啟示,你的大能感谢圣灵你的交通 神我知道你的爱要撒饭在在座的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指会,每一个兄弟的身中 先明我们将这个聚会交到你的 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是教会的教师,你是教会的传递 Hallelujah,我们的祷告就是你会利用这个时间去结证我们,去造就我们 去教导我们,去触摸我们,给我们的力量去充满我们,Amen 让我们将你的权能,Amen,发挥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将你的光荣,Amen,发挥在我们的生命上 Amen,让你的旨意得以成就,让你的计划得以成全 Amen,这个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哈利利亚人 哈利利亚人,哈利利亚人 哈利利亚人 哈利利亚人,哈利利亚人 哈利利亚人,中心的信徒 Amen,哈利利亚人 请打开你的圣经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 Amen,哈利利亚人 哈利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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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到的题目是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Amen 接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Amen 哈利利亚人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 不是依靠势灵 不是依靠才能 《撒加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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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我昨天讲的很简单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 灵的另外一个传话 就是空气 Amen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 金钱是最重要 很多时候以为 人的财资是最重要 以为科技是最重要 其实最重要的 在我们周围的是空气 如果没有空气 声音不能传出去 如果没有空气 热量不能传出去 如果没有空气 生命不能传出去 如果没有空气 整个人类不能再生存 哈利利亚人 英文有句话 是take for granted 就是说 可以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去认识和感谢神的恩典 Amen 我们不能认识和知道 我们的生命 Amen 神已经赐给我们 封城的生命 Amen 神已经赐给我们 每日 这么重要 这么宝贵的空气 我们呼吸的空气 Amen 所以我们每日起来 要赞美主 哈利利亚人 每日起来 要赞美主 我们要训练 我们有一个正面的思想 而不是一个富方的思想 不要不断去侦求困难 不要不断去思想有问题的地方 去思想神的恩典 Amen 去欣赏 去思想神的恩惠 去感恩 去感谢他 Amen 哈利利亚 赞美主 撒加利利亚书 第四章第六节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宿灵的力量 是最大的力量 宿灵的力量 是最高的力量 Amen 哈利利亚 如果你昨天没有来到的话 我请你再去听昨天的CD的讲道 因为我不会再重复了 Amen 哈利利亚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去造就那重生的灵 Amen 在这里在座的有多少位是渴求的信徒 Amen 赞美主 Hallelujah 我很受到鼓励 Hallelujah 你知道吗 渴求的信徒 渴求的基督徒 就有如金银出土 那麽多贵 Amen Hallelujah 哈利利亚 渴求就是神的祝福 你渴求 其实神是已经祝福了你 Amen Hallelujah 渴求的是受祝福的 Amen 因为其实是圣灵 在你里面动弓 令到你渴求神的啟示 令到你渴求神的大能 令到你渴求神的爱 赞美主 Amen 渴求的信徒 是得福的 Amen Hallelujah 如何去造就那以重生的灵 既然最大的力量是在你的灵里面 神一定是已经告诉我们 如何去建造 去造就你重生的灵 你重生的灵 就是好像汽车的电池 或者是好像你的手机的电池一样 电池是需要充电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的境界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自然发生的情景 自然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和人的交往 和人的沟通都是靠我们的脑袋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熟灵的信徒 你要积极 你一定要积极 一定要故意地去造就 建造你的灵 Amen 你的灵就是你不会死的一部分 不会灭亡的一部分 你的灵就是与神沟通的一部分 你知道吗? 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 人是藉着神的肖像做出来 人可以与神有沟通 人可以与神有沟通 Amen 在万物里面 只有人才可以说话 动物只可以做声音 但他们不可以说话 但是人 人照着神的肖像做出来的人 是可以说话 你最大的力量就是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 这个就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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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面相信神的英韵 心里面相信神的敬许 然后充满信的力量 用你的口说出来 正经里面说 以人的祈祷 大大有功效 Amen 人是可以说话的灵 The speaking spirit 你是一个可以说话的灵 创世纪第一章 神是如何创造天地的? 口说 他的口说什么 就成了 耶稣基督说 只要你心里面不疑惑 你心里面相信 你所说的是什么 你心里面不疑惑 你心里面不怀疑你口所说的 你就一定会得到你口所说的 Amen 你的心和你的口是有一个联系 Amen 最大的力量就在你的灵里面 藉着你信的灵 Amen 你与神沟通 从神那里得到祂的计划 然后利用祷告 藉着信说出来 这个就是你的祷告 Amen Hallelujah Amen 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与神沟通 我们可以与神有交往 我以前是天主教徒 我爱神 我去教会 我望尼莎 但是我与神是没有一个关系 我与神是完全没有沟通 因为神是离开我好远 祂在天上 我在地下 我不知道与神有任何沟通 我不知道如何与神沟通 直至到我重生那一天 什么叫重生 我的灵 再得到神的 Amen 成为一个永生的灵 成为一个可以说神的说话的灵 从那一刻开始 我与神有一个关系 与神有一个谋略的关系 与神有一个沟通的关系 与神有一个沟通的关系 Hallelujah 耶稣 耶稣基督补血的力量 救恩的力量 Amen 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再堕落 我们不需要再受罪的控制 我们不需要再受不好的思想控制 我们不需要再受不好的感情去控制 Amen Hallelujah 所以神是如此珍贵人 Amen 圣灵 静着大卫说 人算是神 你知道吗 神是很注重人的 在座每一位兄弟姐妹 在神的眼中 你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与宝贵 既然神是看到你这么重要 这么宝贵 我们要不要好好去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不要好好去爱惜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不要好好去利用我们的时间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叫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唱歌 我们唱话 神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 我将我的人生交托给你 你知道吗 你的生命就是等于你的时间 你生活了80年 即是你有80年的时间干净 所以当你跟神说 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的时候 你即是跟神说 我将我的时间交托给你 包括我读经的时间 祈祷的时间 密想的时间 爱人的时间 工作的时间 事奉的时间 神教托给你 神带领我 要是让你的神 让你的他将和神的心 让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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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我的心 让你的心 让你的心 成为我的心 Hallelujah! Amen! 我们是神的管道 神是爱我们 祂愿意将天上的旨意 发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几个基督徒知道 在天堂是没有生病的 Hallelujah! 有几个基督徒知道天堂是没有疾病的 请你举手 天堂是没有疾病 Hallelujah! 请问你耶稣基督的祈祷 祂教祂信徒的祈祷 祂怎么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即是神的旨意就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是如同天堂上的美好 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的身体有没有疾病? 没有疾病 请大家跟我一起说 神是美好的 永远美好 永远美好 世事美好 世事美好 即使在困境里面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Hallelujah! Amen! 如何去造就那已经重生的灵 第一 要立志努力 立志努力 读经行经 你知道吗? 你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基督徒 左遥 右摆 望左 望右 望前 望后 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失去了神的计划 保罗 保罗说得很清楚 他说 我要讨好的不是人 我要讨好的是神 我不是为人而活 我是为神而活 因为人是会改变 一个时候你喜欢黑色 一个时候你喜欢蓝色 一个时候你喜欢大声 一个时候你喜欢小声 但是神是持久不变 真理永远不会改变 潮流会不断改变 你知道吗? 教会都有潮流 现在的潮流就是 讲到半小时 崇拜十分钟 散会 我们不应该跟随潮流 我们要跟随真理 真理是永不改变的 如果你跟随真理永不改变的话 你可以改变你周围的事实 但是如果你左摇右摆 跟随人的意见 不断改变的话 你的生命是会没有力量 完全没有力量 Amen 我在澳洲的教会 我和祖国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我的教会 崇拜赞美 起码半小时 港道起码一小时 永远会改变 Amen 这个世界上的人 要来教会认识耶稣基督 不是教会牺牲耶稣基督 去世界那里 我们不是要讨好人 Amen 我们是要拯救 拯救这个世界 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 进入神的天国 进入神的天国 得到神的真理 Amen 真理是永远不改变 Hallelujah 所以如果你要建造自己重生的灵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立次 Amen 决定 决定 我昨晚说过 你一定要决定对自己负责任 决定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要负责任 不再不断去埋怨 Amen 不再不断去 make excuses 乖不关自己的事 是的 不要再去找尋藉口 Amen 做错事要 要参悔 承认 改过 Amen 现在这个潮流 很流行一些 靓仔 你看看 电影 歌 那些唱歌 全部都是要那些男孩 扮到靓靓 现在那些潮流的男孩 都流行 又茶粉 又整眼一毛 戴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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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是改来改去 是喜是乐 但是 我相信 耶稣基督 要求教会的弟兄 是要有 性格 性格 要站起来做 好的丈夫 站起来做有责任的丈夫 有责任的父亲 站起来做 坚强的信徒 Hallelujah 神的说话 会给你坚强 神的说话 会给你力量 Amen 所以要建造那重生的灵 第一个是要立志 努力 读经 和行经 Amen 立志 努力 每天 放时间 把神的说话 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把神的说话 好像神的说话 把种子感 播在自己的心里面 然后故意 把神的说话 行动出来 神的说话说 我要爱神 我要爱人 于是我放时间 每天 我早上起床 崇拜赞美神 Amen 用你的口 告诉他 父神 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赐给我健康的身体 我感谢你赐给我教会 我感谢你赐给我圣经 我感谢你赐给我救人 Amen Hallelujah 把你的圣经表现出来 把你的圣经行动出来 然后圣经说 爱人 比如你去到麦当努 你献到一个隔壁的小朋友 他没有钱去买东西 很穷 你觉得他很饿 但没有钱 你说 小朋友 我买个面包给你吃 Amen 或者当你工作的时候 你看到你旁边的同事 他很忙 很辛苦 你跟他说 我帮你做一些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忙 我帮你 行动 将圣经行动出来 第一个 Amen 立志 努力 读经 行经 Amen 使徒行主义11章23节 立定心志 行狗靠主 请问在座上有多少位是父亲或者母亲 Amen 父亲母亲我们要立定心志 好好去教养我们的小孩子 Amen Amen 我们要决定 我们要决定 好好去提攀我们的下一代 Amen 无论你的小孩子 或者你的孩子 令到你惊喜也好 或者令到你开心也好 你这个决定 是不会改变的 Amen 我跟我们一起说 我立定心志 我立定心志 行狗靠主 我不阻要右摆 我不阻要右摆 我立志努力 要读经下经 Amen Hallelujah 请等会马太福音11章12节 马太福音11章12节 从施洗若汉的时候 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 或者是积极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Amen 基督徒我们要努力 基督徒我们要努力 我们不可以祈祷 希望神从天降下福气 福气从你的灵出来 福气从你的灵里出来 Amen 你要努力读经行经 让你的灵坚强 让你的灵与圣灵有交通 然后神的力量通过你的灵 医治你的身体 带领你的脚步 带领你的身体 带领你的脚步 Amen 带领你的人制关系 Amen 我坐飞机 我坐飞机 我看圣经 有一个空中小姐 她看到我看圣经 她觉得很有兴趣 她问我 我说这本是中文圣经 我说我是牧师 她立刻很开心 Amen 圣经里面说 恩慰和慈悲是永远跟随着你 直到永远 Amen 你努力读经行经 神的恩慰一定会追随着你 Amen Hallelujah Amen 你去奉行神的旨意 你就像一个涉石那样 所有的福气会追着你 英文叫Overtake you 追着你和捉着你 不需要你去追求福气 不需要你去追求跟前 圣经说 神的福气会追随着你 直到永远 Hallelujah Amen 赞美主 Amen 马帝福音11章12节 从施神若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人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跟我一起说 我是一个努力的基督徒 我是一个积极的基督徒 赞美主 Amen 要读经 努力的基督徒要行经 努力的基督徒要祈祷 努力的基督徒要崇拜赞美 努力的基督徒要侍奉神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请打开马可福音 16章 马可福音16章 我和昨晚的基督徒分享过 我近期身体不舒服 看过两个医生 都说我要去开刀 将那个肿部位 切除 但圣灵告诉我 在我心里很肯定 我会知道神医治我 因为自从我得救那一刻开始 我完全没有病 每一次有任何病精神都医治我 Amen Hallelujah 我们的神是忠实的神 Amen 祂完全医治我 我去看医生 他们说你不需要开刀 已经很快 Hallelujah 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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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邀请为神的管道 Amen 我离开我教会 最后一个星期日的时候 当我讲道的时候 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 她在生活上很困苦 很辛苦 争扎得很辛苦 当我讲道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原来她离开了教会 就去到周围的一个公园 在那里哭 然后呼叫神 和神说 究竟我要辛苦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停止 然后她说 神 你告诉我 然后我讲道 到最后祈祷的时间 她出来要祈祷 在我那一刻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重的 我们叫做 prophetic anointing 一个很重的 预言的高游 在我身上 当我一按手 和祈祷的时候 神的预言 就从我口里面出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 你跟神说 你要神告诉你 你这个挣扎的时间 到什么时候才会完 她要求神的说话 每一句说话 都从我口里面说出来 Amen 神是信实的神 Amen 神是信实的人 信实的人 要相信信实的神 Hallelujah 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赞美 佩得我们赞美 Amen 他会医治你的质病 医治你的身体 繁荣你手上的一切工作 Amen 繁荣你和人际的关系 繁荣你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Amen 你和神的关系要美好 你和人的关系一定要美好 你要做和平之子 基督徒一定要做和平之子 Hallelujah Amen 要神用你为祂的管道 Amen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Hallelujah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存的道 我们得到神迹不是因为我们是很好 不是因为我们很熟悉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功 神迹是证实神的福音 神迹是证实神的道 Hallelujah 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读 勞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基督说 这句经句今天应验在你门身上 当你读经的时候 你见到神的英魂 我记得我初开始做信徒的时候 圣灵教导我为什么去读圣经 他说你见到任何英魂的时候 你要将它highlight 你要用你的颜色筆 画了它 知道这是神给你的英魂 Hallelujah 所以你打开我圣经的时候 你见到我全部都是画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如果你的圣经太贵 不可以画的 Hallelujah 如果你的圣经太贵 不可以画的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他说我是凡荣你的神 这句经句是可以 应验在你的身上 他说我是依次你的神 这句经句是可以 应验在你的身上 Hallelujah 当你做十一奉献的时候 当你侍奉的时候 神的英魂 在Malachi的英魂 会应验在你的身上 Hallelujah! 我们的生命是要证实 证实神的道是真实的 Hallelujah! 你的生命要证明神的道是真实的 Amen! 你的生命要应验圣经的英魂 Amen! 有几多位基督徒曾经经验过 你祈祷之后 你得到祈祷的英魂 而那个快乐是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金钱可以给到你的 就是你主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我记得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 他已经有多少个儿子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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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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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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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discouraged 即是不是很开心 discouraged 即是没有鼓励 得不到鼓励 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相信 我说你要相信 神是爱你的神 祂是爱你的天父 祂是给你心渴求的天父 Amen 我们要恒久相信 不要去怀疑 赞你住 你不会因为人对你说什么 甚至是其他牧师对你说什么 甚至其他传道人对你说什么 你就左摇右摆 Amen 因为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传道的时候 我们说神话一不是一 神话二不是二 这是最容易的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需要答应你什么 如果我跟你说 我说神是医治你的神 我多时骄徒都说 为什么我得不到医治的 即是你讲道说错了 其实不是讲道说错了 是你自己得不到 Amen 因为圣经是不会改变 神的真理是不会改变 人是会改变 我们的信 我们的时刻 会改变 一时高一时低 但是神的真理 是会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传道 一定要传真理 一定要讲道 而不是去讨好人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我都是这样说 因为这个是真理 Amen 我跟这位小妹说 要相信 不要怀疑 不要受人影响 她已经生了一个 很可爱的女儿 现在已经是四个月 Amen 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Amen 你知不知道 神是很高兴我们相信她的 Amen 神是这么高兴我们相信她 她要将神迹歧视给我们 去证实她的道 Amen 神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存的道 Amen 我的责任 身为传道人的责任 身为牧师的责任 是要讲神的道理 神的责任 他会证实他的道理 Amen 你身为基督徒 你的责任就是要读经行经 然后神会证实他的道理 用神迹歧视跟随着你 Amen 有多少位基督徒 是要有神迹歧视跟随着你 Amen Hallelujah 如果你要有神迹歧视跟随着你的话 你的心里面一定要有什么 道 一定要有神的道 因为神迹歧视是要证实他的道 Amen 证实他的圣经 所以如果你有神迹歧视追随着你的话 你的心里面一定要有神的圣经 神的道 神的真理 神的传话 Amen 做基督徒有很多层次 全部都可以上天堂 那你要自己选择做哪一个层次的基督徒 第一 BB基督徒 BB基督徒 BB基督徒就是没有知识 不读经 不读经 事事依赖 事事要求 没有权柄 没有力量 完全受管制的基督徒 你知不知道你刚出生的时候 刚重生的时候 神给了你信的礼物 我说的BB基督徒不是刚重生的基督徒 我是说已经重生了基督徒 很久的基督徒 但仍然是BB基督徒 因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是对神充满爱的 有几位基督徒是记得自己刚重生的时候 是对神充满爱 充满渴求 是不是 很喜欢读经 很喜欢听道 很喜欢崇拜赞美 是不是 赞美主 Hallelujah 所以耶稣基督徒在启实罗里说 你要保持着你的 错爱 Hallelujah 所以我现在说的BB基督徒 是老的BB基督徒 你要决定 你要决定 你要不要做老格格的BB基督徒 第二个层次 血气的基督徒 血气的基督徒 基督徒是有宗教色彩 但是没有力量 生命是生活是完全失败 事事都是冲动 以靠思想 以靠感情行事 完全不熟灵的基督徒 就是血气的基督徒 就是血气的基督徒 是充满肉身 充满感情 控制的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 不读经 不祈祷 只是星期日去教会一会儿 然后去教会越短越好 不要那么长 因为我跟着去喝茶 然后我天天要看电视 我要对着电视 看电视多个看圣经的 基督徒 然后不断在家里会争吵的 吵架的 冲动的基督徒 跟我们一起说 我不要做一个血气的基督徒 我不要做一个血气的基督徒 Amen 第三个层次 假属灵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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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 Super Spiritual Christian 假属灵的基督徒 假属灵的基督徒 追尋空气 追尋空气 充满迷信 经常看到都是邪灵的 经常说 神对我说 对 然后他说的那些说话 义无论知 然后这些假属灵的基督徒 不断 由一个教会 到另一个教会 不服从 不听话 事事都要出风头 事事都要上台 祈祷的时候 祈祷得最大声 请跟我一起说 我不要做一个假属灵的基督徒 假属灵的基督徒 假属灵的基督徒 最多的是 嬌慕 和反驳 假属灵和基督徒 充满骄傲和反驳 你知道吗 斜灵 另外一个名字就是 骄傲之灵 当你爱属灵 进入灵界 但你的心 不得诚恳 不得单纯 充满骄傲 不要服从 不要信服 事事批评 事事反叛 事事反叛 邪灵就一定会进入 你的思想 控制你 然后当邪灵来的时候 他不会说 我是邪灵 他会跟你说 我是圣灵 所以基督徒 一个坦白 诚恳的心 是非常之重要 Amen 一个真正爱主 基督徒 不是去尋找 别人的主意力 不是要事事出风头 你可以做事奉神的工作 没有人知道 你在家里祈祷 为教会代徒 为你的牧师代徒 为天国祈祷 没有人知道 让你神知道 Amen 这个就是 我们要做基督徒 就是属灵的基督徒 力量 有些基督徒 哎呀 我为耶稣基督徒 正在他受苦 因为我祷告了 三天 所以邪灵不断攻击我 因为我禁食了四十天 邪灵不断攻击我 思想里面 都是充满邪灵 我们的思想 应该充满 成灵 我们的思想 应该充满 十字架的大能 耶稣基督徒的保血 耶稣基督徒的圣灵 耶稣基督徒是 勝利 而不是失败 Amen 耶稣基督徒知道 耶稣基督徒已经是勝利 十字架是否已经是勝利 每一次 当天使出现的时候 他说什么 只要信 不要怕 Amen 在困难的时候 有困境的时候 我们要坚强站稳 Amen 不是没有困境 耶稣基督徒说 一定会有困难 这个世界上 但是他说 要什么 喜乐 因为我已经 征服了这个世界 Amen 和我一起说 耶稣基督的灵 在我里面 耶稣基督徒在我里面 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 Amen 我要不断思想答案 不是困难 不断思想答案 不断思想答案 得到答案 得到答案 Amen Amen Hallelujah 我们要做宿灵的基督徒 有希望 有真理 有力量 我记得我去泰国 港道的时候 在一个读经的聚会里面 有一位姊妹来 她不是送医这个教会 是其他朋友请她来 她说 我带了我的猫来 因为我打算聚会完之后 就带一只猫去看手衣 那既然你教导圣经 说到神有力量 那你不如帮我一只猫祈祷 那我说可以 因为圣经里面说 神是祝福我们的神 祂不单祝福我们 亦都是祝福我们家庭里面 我们用钱所买的一切 那这只猫 你用钱买回来的嘛 那神可以祝福牠 我帮那个猫安心祈祷 Amen 第二个聚会 他回来 那只猫医好了 我不用带牠去手衣了 Amen 我们的神是有力量的神 有力量的神 Amen Hallelujah 耶稣基督的圣明 是远超其 一切的名字 任何其他的名字 Amen 是天上的 在地上的 在地下的 一定要向耶稣基督的圣明 归牌 Amen Hallelujah Amen 我们不要忘记 十字架的胜利 不要忘记 十字架的胜利 十字架的胜利 是属于你的 Amen 跟我一起说 十字架的胜利 是属于我的 Amen Hallelujah 属于基督的圣明 有喜乐 有真理 有力量 Amen 爱读经 爱祈祷 爱祈祷 侍奉仁 侍奉仁 侍奉主 Hallelujah 讚美主 Hallelujah 因为他爱我们 他不会把疾病放在我们身上 因为他爱我们 他不会被意外 去杀死你家人 所以基督徒 你不要说 哎呀 神带走这个人的儿子 神带走这个人的儿子 给他意外带走这个儿子 教一下他 这个不是神 Amen 意外不是从神来的 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Amen 邪灵 邪灵是邪灵 不可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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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知道 神 Amen 你一定知道 邪灵 你不可以用邪灵的工作 而是说 是神的工作 Amen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道策来 无非要偷舌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Amen 所以你在生命里面 看到任何是偷 抢 破坏的工作 是谁的工作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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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杀 是不是很清楚 Amen 很多时候 基督徒说 哈 你不知道神想要做什么 可能 神要你有SARS 那你不要常常怪你做事 在病床里面就读经 哎呀 你要捆绑杀难的方法 Amen 我不知道很多基督徒很混乱的 知不知道 邪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 神和邪灵都混不清楚 怎么可以这样的 耶稣基督说你的事就是事 你的不是就是不是 无论你的声音如何变下 然后你的手称度多高啊 都是邪灵不是神 Amen Amen 方法说不是神 真理才是神 真理才是神 爱才是神 造就人的是神 祝福人的是神 Amen 是就是事 不是的就是 不是 基督徒 不要从我们的口出 说是神给你疾病去教导你 是涉足神的生命 请问在座有多少位是父亲和母亲 请问你会不会被疾病cancer 或者是老癌给你的子女去教导他们 不会 为什么有人说神会这样 不可以这样 愿主原谅我们 Hallelujah Amen 赞美主 请你打开《斐立比书》第三章 《斐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如果你的祷告要大大有功效的时候 你一定要聆听神的声音 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 Amen 因为你的祷告一定要跟着神的旨意 祷告之所以得到英文 是因为是神的旨意 你照着神的旨意的旗号 就一定会得着 Amen 《斐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请问大家我们如何才可以知道神的旨意 既然认识神的旨意是那么重要 我们如何才知道神的旨意呢 神的旨意是你如何去知道的呢 是否靠你的感情就知道呢 你感情是好 于是就是神的旨意 我感情不好于是就不是神的旨意 是不是这样 不是 神的旨意是经常说 Amen 当耶稣基督接受试探的时候 当撒旦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如何去抵抗撒旦呢 每次他都说 经常说 所以我们已经要判断在我们生命里发生的事情 用什么来判断呢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说话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经句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知道疾病不是神的旨意 因为圣经说 我是医治你的神 I am the Lord that healeth you 我是医治你的神 请问你大家 可不可以在词词里面找到一个经句 说是 我是给你疾病的神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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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我们一定要以圣经去判断 Hallelujah 肥大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让这个成为你心的渴求下 第三章第八节 不但如此 我有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赐宝 Amen 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 因为我们要送败赞给神 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 因为我们要受到慰养 我们要得到灵量 我们去教会不是交功课 去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意识 Amen 我们做人要有目标 我们一定要知道目标自己的去向 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要知道自己基督徒的位置 我们要知道自己基督徒的目标 自己基督徒的去向 不是跟随着人流 我们不是跟随着人流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要跟自己的救主 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Amen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自己 要跟你的救主有一个关系 Amen 保罗说 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自宝 渴求 有一个渴求的身 我要认识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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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知道祂的真理 我要知道祂的本质 我要知道祂的本质 我要知道祂的圣情 我要知道祂做事的方法 我要知道祂的大量 Amen 在第十节里面 我们一起读 第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祂復活的大量 Amen 耶稣基督不单止死 祂是什么 復活 即是说 当你经过困境的时候 你不会停留在困境 你在困境的时候 你会经历到神復活的大量 神復活的大量 将你的困境成为祝福 Hallelujah 我们有句话 是是时势做英雄 还是是英雄做时势 根据圣经是 英雄做时势 你有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 你会改变你周围的环境 越困难的地方 帮神的大能就越彰显 我们叫做 见识 Hallelujah Amen 医治是一个见识 泛永是一个见识 Amen 得到神祝福的关系 是一个见识 以前我和我先生的关系 非常之不好 我未得救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常常吵架 关系非常不测 非常之不好 甚至乎我在想离婚 我将我的结婚戒指除了 给他 但现在神将我们的关系 完全完全改变得非常之美好 我们两个同心是奉 我们两个一起去特会 一起去职 一起去陪灵会 读经祈祷 Hallelujah Amen What the devil means for harm God can turn it around for good 斜令 是要用这个不好的事情去攻击你 但是我们的大能的神 可以将这个不好的事情完全改变你 祝福你 Amen Amen 大能的神 Hallelujah 大能的神 跟我一起说 我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要晓得祂復活的大能 我要晓得祂復活的大能 Amen Hallelujah 很多人已经很开心了 听到听到 Amen 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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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的就是 纳志要努力 读经行经 第二点 认识宿灵 启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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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联打开《比德前书》第一章 第23节 《比德前书》第一章 第二十三节 Hallelujah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你们梦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你是借着神 活潑上全的道 我们重生不是靠你的感情 很多基督徒是不靠圣经 但是靠情感 我们不是靠情感 你的得救不是靠你的感情 你的得救是靠圣经 靠真理 而这个真理 不是一个 不会动的真理 不是一个 dead的真理 这个真理不是一个 死亡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一个 有生命的真理 有生命的真理 圣经由启示录到创世纪 我们叫做Logos 启示录到创世纪 我们叫做Logos 圣经 但是当你祈祷的时候 圣灵会特别感动 圣经里面的某一本书 某一个章 某一个节 跟你说话 叫你用来祈祷 Amen 圣灵是启示的灵 圣灵是启祷的灵 圣灵会把圣经变得抹泊 有力量 有生命 所以圣灵看圣经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 一点都不沉悶 因为圣灵会把圣经 变为神对你说的说话 活泼长存 Amen Hallelujah 贊喜主 Hallelujah 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 哇 哇 哇 好像有些音响在你旁边 Amen 贊喜主 第二个步骤 认识啓示的力量 Amen 贊喜主 第三个 如何建造属灵的灵 刚才我说的 第一个 立志要努力 读经 行经 第二个 认识啓示的大力 第三个 诚恳 勇悔 喝求 以求 第三个 诚恳 与勇悔 喝求 与以求 打开 以西结书 36章 以西结书36章 25章 以西结书36章 以西结书36章 25章 请大家一起读由25章到31章 1 2 3 我必用清水 散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结证了 我要结证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围 弃掉一切的呕掌 我也要刺给你们一个身心 将身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育体随掉石心 刺给你们育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信从我的律例 紧守进行我的点像 你必住在我所刺给你们列祖之地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们的神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护卫 也必命五谷封登 不是你们遭遇放在 Amen Hallelujah 我们最读的是第三十字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 天地多出土残 好叫你们不在因 既放宿外邦人的既兆 31 那是你们便追上你们的恶行 或你们不善的作为 就因你们的罪业 或可争的事厌护自己 Amen Hallelujah 真是没主 神答应了我们 祂会无条件地去结正我们 祂会无条件地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再做几多鬼基督徒 知道自己已无条件得到结正 知道自己无条件已得到一个新的心 Amen 应该是主的工作 祂在以色列书里面已经预言了 告诉我们 Amen 祂给了我们一个服从的灵 给了我们一个神圣的灵 最重要的 祂给了我们一个傲悔的灵 令到我们真恨罪 Amen Hallelujah 人的罪性已经被拿走 人的罪性已经被拿走 藉着耶稣基督的保护 你的罪性已经被拿走 你要跟随着圣灵走 Amen 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 要忏悔 要悔改 Amen 要承认 赞给主 在约8记42章第5节里面 你不需要记得我读给你听 我以前风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如此我厌护自己 在尘土和灰露中暴悔 每一个基督徒 当你接受了圣灵的时候 当你有重心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不愿意犯罪 你不想犯罪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的良心不安 所以你一定要跟随自己的良心 很重要 你要跟随自己的良心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借口 不要去埋怨其他的人 不要给自己借口 要坦白白声音自己的罪 自己的错 让耶稣有一个补血 结成你 Amen 懒悔 然后把神的说话 神的经句 神的真理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然后决定 不再犯罪 Hallelujah 是一个诚恨的心 一个诚恨的心 一个懒悔的心 神是不会轻寒 Amen 在奴家福音第五章 第八章 里面 炳得对耶稣基督说 他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当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罪性 当你自己知道自己的贫乏 你就会依赖神 当你自己知道自己的贫乏的时候 你就会追随神 你会依赖神 但是当你以为自己还能够做得到的时候 你仍然会靠 但是不是神的主意 令到你很惨很惨 要破碎到你很惨很惨 如果你有一个诚恨冒悔的心 你不需要被破碎到这么惨 所以当你勤读经的时候 圣经会告诉你 圣经会让你知道 让你的眼睛打开 知道自己的贫乏 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后你呼靠神 然后神 会帮助你 会教导你 会欠识你 会指导你 会赐给你力量 但是一个骄傲的基督徒 一个自以为是基督徒 要不断地被破碎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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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真正知道 啊 我是好不行的 我需要神的 Amen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你要不断被破碎 或者你愿意从圣经学习呢 从圣经学习呢 从圣经学习呢 It's better to start from the top 从神的眼睛去看自己 Amen 当你祈祷的时候 神 让我从你的眼睛 看到我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你从自己眼睛去看自己 以为自己好碎 以为自己好正的 以为自己做什么都对 但是当你从神的眼睛去看自己 当你通过圣经去看自己 当你通过圣灵去看自己的时候 你会看到自己的不是 你会看到自己的骄傲 你会看到自己的自以为死 所以你 凌静的时间 祈祷的时间 非常之重要 Amen Amen 你做一个成诞的基督徒 Amen 用神的圣经去看自己 好过不断受破碎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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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生命很惨 很惨 很惨 然后才呼吸住 好吗 Amen Hallelujah Amen 人造罪有几多位 是诚恨我悔的基督徒 是恶求依靠我的基督徒 赞美主 赞美主 你知道吗 彼得 他以为 他自己好爱主 他以为 他自己好忠心 他跟耶稣基督说 我不会出卖你的 我不会出卖你的 耶稣基督说 鸡鸣之前 你要出卖我三次 但是我为你祈祷 但是我为你祈祷 令到撒但不可以攻击你 不可以破坏你的信 Amen 我想请问你 彼得和余达斯有什么分别 他们两个都出卖耶稣基督 分别的地方就是 彼得知道自己的贫乏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贫乏 他有一个懊悔的心 耶稣基督可以为他代祷 当你知道自己的贫乏 自己不足的时候 你向神祈祷 神可以救你 当他最需要的时候 耶稣基督为他代祷 然后虽然他三次出卖耶稣基督 但是他可以成为一个 有力量的伴徒 使徒 Amen 他从一个出卖主的伴徒 成为一个有信的伴徒 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耶稣基督的代祖 Amen 我们不是要靠自己 一个骄傲的人才会靠自己 一个谦卑的人是要靠神 请跟我说 我要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 我依靠神 我依靠神 不是依靠我自己 Hallelujah Hallelujah 有一个誠恨 有一个誠懇悔 渴求 以求的神 Amen Amen 请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书第六章 他渴求神的神圣 他渴求神的神圣 他渴求神圣 他渴求神圣 爱神的神圣 爱神的神圣 于是他知道自己的不潔症 他在这里说 他说 祸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夜 他渴求神圣 当你见到神的时候 你会知道自己的不足 如果你自己觉得是好 其实你这样没见过神 你越受到神的使用 你就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你就越知道 我要依靠神 我要依靠神 我要听到圣灵的声音 我的祷告是圣灵 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我要时刻都听到你的声音 我要受你的使用 我要去建造你的教会 我要去服务你的天国 Hallelujah 当你看到天堂的荣耀的时候 你的心不会依恋地上的光明 当你见到天堂的荣耀 天国的荣耀 神的光明 你不会依恋地上的层层 Hallelujah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 有这个规矩 要守这个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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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守这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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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那天 不是 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属灵的启示 属灵的启示 会打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 什么是最重要 什么是最重要 什么是最宝贵 什么是最荣耀 然后将你整个人的心思意念 都会提高 追随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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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诚恳的心 以赞亚有一个 诚恳的心 有一个渴求的心 有一个依赖的心 有一个依赖的心 请你看以赞亚书第六章 第六章 一起读 有一撒拉忽 飞到我跟前 手拿着红炭 是用火箭从炭上取下来的 着炭尖了我的口说 汗呀 这炭尖了你的嘴 你的罪业便脆掉 你的罪恶就射灭了 我又听见 这炭尔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类 请猜献我 请大家看一看这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 他见到神 程序的第一步 他见到神 盛哉盛哉盛哉 万君之夜和华 他力荣光充满全地 程序第二 他见到自己的不准 他见到自己的不准 程序第三 神无条件结准他 无条件结准他 脆掉他的罪 赏免他的罪 程序第四 他听到神的声音 知道神的需要 你知道吗 神有他的需要 神需要他的教会 在地上发现他的大灵 将他的真理传出去 神需要你 将他的救恩传出去 将他的大灵发散出来 神需要你 将他的爱触摸其他人的身 以赛亚知道神的需要 然后他说 我在这里 静在我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力量 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不足 我知道我要永远依靠你 依靠你去行你的事 去实践你的计划 去成就你的旨意 这个属灵的基督徒 一个成恨的心 才守使用 如果你要神使用你的话 你一定要培养一个成恨的心 耶稣基督 并没有留他的补血 令到我们全道人有一份职位 教会不是要你 被基督徒出风头 教会不是要你 为养全道人 令全道人有一份职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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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是要成就神的计划 实践神的旨意 你侍奉神是因为你对祂的爱 你对祂的感激 一个成恨回报的神 Amen Amen 第四点 接受圣灵充满和训练 Amen 接受圣灵充满和训练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你不需要打开我读给你听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干着圣灵所持的口才 说起必觉的话来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五节 圣灵的恩赐也绕固在外邦人的身上 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 我们一定要得到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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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个杯 圣灵将它的水倒入杯 倒入水 倒入杯 直至它满日流出来为止 Amen 我们不可以有少少的圣灵 少少的恩告 我们一定要有圣灵充满 Amen 圣灵充满 充满你 Amen 充满你 Hallelujah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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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很多人 怎样才有圣灵充满 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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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第五点 造就你的灵 圣灵充满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据 就是在 尤大书 尤大书 第二十节 请大家一起读好吗 尤大书第二十节 尤大书只有一张 尤大书第二十节 尤大书第二十节 做就自己 在圣灵里 讨告 Amen 我们要以自己的智慧去祈祷 我们要以心去祈祷 但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以我们的灵去祈祷 Amen 你进入祈祷的房间 你知道吗 祈祈祷的房间 Prayer Closet 祈祷的房间的意思不是一间房间的意思 真正的希腊文的意思 祈祷的房间就是你一个最宝贵的地方 在里面全部都是有你的症状 你要进入那个境界 你要进入你那个祈祷的境界 是最多珍藏的境界 只是你和神的沟通的境界 Amen 然后你进入那个境界 然后当你祈祷的时候 用方言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是很表面地去说方言 不要只是 深入地去用方言祈祷 深入地去用方言祈祷 将神的旨意从你的灵里面抽出来 去到你的思想 去到你的认识 去到你的智慧里面 因为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你的灵 当你用方言祈祷的时候 你将属灵的傲秘 从你属灵的地方 带到你的思想 带到你的智慧 Amen 令到他不再成为一个傲秘 而是一个你可以明白 你可以认识 你可以实践出来的 属灵的计划 譬如说 神我想侍奉你 我要知道 究竟我需不需要去中国 我需不需要去欧洲 我需不需要去印度 然后你用你的理性去祷告 你告诉你 神我唯一的渴求 就是要侍奉你 我不知道你想我要去哪里侍奉 但是我渴求我要侍奉你 还有神我有很多其他的需要 譬如我家庭上的需要 我子女的需要 我已经用尽我心思 我知道如何去祈祷 我都要祈祷了 可能你用你自己的理性 已经是祈祷了百分之三十 就是还有百分之七十 是你完全不知道如何去祈祷 你只看不到 你见不到困难在哪里 需要在哪里 你不知道如何去祈祷 是一个我给你 那你要怎么祈祷 神你是信神的神 神你是一个有计划的神 神你是引导我的神 神你是我的牧羊人 Amen 然后把奥秘祷告出来 Amen 有时候你祷告方言 半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 把属灵的奥秘 说出来 Amen Hallelujah 所以一定要渴求 圣灵充满 第五点 做一个火热的信徒 火热的信徒 以你的热心去爱主 去信主 去施奉神 耶利米书 第二十章 第九节 他说 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的骨中 神的力量在我里面 好像有火在我的骨里面烧着 Hallelujah 神灵其中一个表现的方法就是什么 火 Hallelujah 请问当有火在烧的时候 你会怎样的 你会说 哦 正在烧着 你会这样的 不会的 有火在烧的时候 你怎样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当你有火在你的心里烧着 你要读经的时候 你会说 哦 这样吧 我两个小时才读 我没有空 当你有火在你心里 要读经的时候 你起床 砰 打开 好像我今早起床 因为有火在我里面 要我准备这个港导 Hallelujah 因为我港导 我很少在一早前准备 因为我相信 面包 面包是热的时候最好吃的 有多少人喜欢吃热面包 Hallelujah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那我港导要热 新鲜出炉 热 有灵火的港导 Hallelujah 可以育养 育养 育养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会吃得很有名 Hallelujah 第六点 接受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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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一书 第二章二十七节 你会从主所领受的恩膏 尚存在你们心里 然后很重要的就是 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 教训你 自己一起说 我有主的恩膏在我里面 凡事教训我 凡事教训我 很重要的就是 当主教训你的时候 你要接受分年 譬如当圣灵跟你说 只要信 不要怕 我记得我以前 很怕老鼠 我初上去到澳洲的时候 突然在家里 吱吱吱吱吱吱 有些小小的老鼠 我看到老鼠的时候 哇 很害怕 跳在椅子上 我先生说 你又信耶稣基督 你又说可以赶鬼 邪灵都不怕 你聊着老鼠 但是圣灵都在我心里 跟我说 你不可以再这样 你要决定 不再害怕 你知不知道 在那个时候 我说 我不害怕 说就很容易 受分就不容易 我要接受分年 那把老鼠再出来的时候 我不害怕 我决定不害怕 我接受分年 不害怕 然后当我先生捉到那只老鼠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被捉住那只老鼠 他带领你 训练你 你要爱你的敌人 你要爱你的敌人 在教会坐下 说我爱你的敌人 很容易 但当你要做出来的时候 当你要去接受训练的时候 你仍然是要 你仍然是要 愿意 Amen 跟我们一起说 接受训练 接受训练 愿意接受分年 愿意接受分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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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受训练的话 可不可以出去打仗 没有 不受训练的话 会不会得到圣灵 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神在大事上用你的时候 要在小事上接受分年 Amen Amen 所以譬如圣灵有时 晚上3点钟 叫你起床祈祷 哇 5点钟才行 5点钟才叫你一次 7点才行 7点才行 9点才行 其实不会的 神只是叫你一次 如果他叫你不生 他不会叫你 你知道我试过 我和神说 我初做基督的时候 我说神 5点钟要起床祈祷 当我和神说 5点钟要起床祈祷 我说我是真的 5点钟要起床祈祷 但怎料5点钟 圣灵这么起床祈祷 我真的很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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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主 你是爱我的主 你也想我多睡一会儿 我不要紧 但大家也会知道 神不是圣诞老人 圣灵跟我说 如果你是认真的 就不要再玩了 他只是说一句说话 我整个弹气了 知道吗 因为在神里面的每一句说话 是就是 不是就是 不是就是 不是 如果你要神听你的祈祷 你一样要听他的教徒 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你要神听你的祈祷 你一定要听他的教徒 宿灵的性格 故意建造宿灵的性格 Amen 打开加拉提书第5章第22节 我还有一点就说完了 加拉提书第5章第22节 一二三 请大家一起读这个宿灵的歌曲 好吗 加拉提书第5章第22节 一二三 看到没 一 二 三 我们怎样去造就自己的灵呢 你要同自己讲 我有仁爱 我有喜乐 我有和平 我有忍耐 我有恩赐 我有良善 我有信实 我有温柔 我有节制 全部的力量 宿灵的力量 现在已经在我的灵里面 Amen 你要相信和承认 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神的击具 Amen 你同自己讲 我有仁爱 我有喜乐 我有和平 我有忍耐 我有恩赐 我有良善 我有信实 我有温柔 我有节制 Amen 很多时候我自己起床的时候 我打开这个经键 我这样祈祷 我说 Dora是仁爱的 Dora是喜乐的 Dora是和平的 Dora是忍耐的 是恩赐的 Dora是亮善的 是信实的 是温柔的 是友调的 Gloria to God 赞美主 Amen Amen 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 Amen 然后你要故意地去行动出来 比如很简单 你吃了 你吃了一包巧克力 第二 你看到另外一包 还有 好好吃 另外一包巧克力 好引诱你 那你要怎样 赞美主 赞美主 Amen 你要行动出来 我记得 我在欧洲的时候 在一个停车场里 突然间有一个 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友善的人 我停车场下车 我走 然后有人 就駕駛的车在我后面 然后突然间 很大声 就哒我 我在那一刻 真是很不开心 即是 立刻想领着面 弄化他 但Praise God 我肉身是软弱 但我的灵力坚强 然后她说 我跟自己说 Dora是有节制的 Dora是有节制的 Amen 我是不会受人攻击的 Amen 我说了两句 接着我说自己 非常之有平安 好喜乐 就是你主 Amen 要接受什么 训练 接受训练 Amen 最后一点 判断 建造自己属灵的 建造自己重生的灵 最后一点 有一个判断的心 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没有怜悯 多结是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使用和平所栽种的 而果 Amen Amen 你要审查自己的智慧 是否清洁 是否和平 是否温柔 是否良善 是否有怜色 结善果 是否有偏见 没有假冒 使人和平 Amen 用和平去栽种意外 Amen Hallelujah 用神的智慧 去判断自己的心 不要偏差 审查自己 然后不断向前 Amen 今天晚上 最后一个经句 是菲勒比书 第三章 菲勒比书第三章 第十二节 第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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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利亚 第三章 第十二节 第十四节 做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决心 Amen 菲勒比书第三章 请大家看十二节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 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上飙江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女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长长 Amen 这是基督徒的目标 这是基督徒的方向 我要禁接近神 我要禁接近神 让神可以大大地使用我 让神可以成就祂在我生命里的计划 让神可以达到祂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我要成为神的管道 我要成为神的权量 Amen 因为我爱我的神 因为我对祂的恩典 有一个不可表明的回应 Hallelujah Amen 不要被你的背后捆绑你 不要被你的过往吸住你自己 你要忘记过去 努力面前 向着飙江直跑 你要对自己有一个目标 你要为自己建筑一个目标 你要看到自己的方向 Amen 你要知道神给你的目标 神给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否要做一个侍奉神的商人 或者是做一个侍奉神的 习同主日学的教师 或者是做一个侍奉神的歌手 或者是做一个侍奉神的鼓手 Amen 你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在哪里 Amen 然后揭力追求 揭力追求 揭力追求 神的计划是最美好的 神的计划会带来动力 带来意义 带来方向 带来目标 揭力追求 超过一个人 哈利路亚 圣经里面说 我们在神里面是一无所缺 Amen Amen 我祷告祝福你们 会将我刚才所说的八点 生活出来 使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去建造 你已经重生的灵 Amen 立志努力 得到真理启示 Amen 有一个诚恳冒悔的心 得到圣灵充满 有神迹追随 有一个火热的心 是梦神 有一个受奋的心 积极地追随 Amen 故意做自己的性格 让神可以使用你 不断地判断 潜进 有一个方式 是梦子 多谢你们这些 Po-Po-Shtia-J 请各位闭上你的眼前 低下你的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刻 是一个改变你的人生的一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如果在在座里面 有任何的兄弟或者姐妹 你是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 没有目标 都是充满困难 充满疑惑 充满忧虑 耶稣基督的补血 已经为你而留 他的性命 可以将你从撒旦的权兵 抄出来 拯救你 放在他光明的角度里面 但是他需要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 可以令到耶稣基督的力量 大大地发展在你的生命里面 可以令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大大地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今天晚上 如果有任何一位兄弟姐妹 你说我要厥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助 我要厥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请你拜托你的手 你说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基督徒 我要接受神的救恩 接受神的救恩 他要见到我的手举气 感谢主 还有哪位 见到我的手举气 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的救恩 哈利利亚 从心里面我要做这个决定 我不要浪费 神明他的救恩 我要做一个聪明的人 我要接受 Amen 我见到他的手 还有哪位 Amen Amen 你说我是基督徒 我要接受 我要接受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Amen 哈利利亚 我第一个邀请 是完全以前未信主的 从今天开始 你说你要信主 我要做基督徒 还有哪位 以前未信主的 今天说我要信主 我要接受这个救恩 Amen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请各位姐妹上前面来 好吗 我想为你祈祷 请大家拍手 欢迎祝祝 Amen 哈利利亚 Amen 哈利利亚 Amen 哈利利亚 欢迎你 天使 天使再在天堂里面起落 哈利利亚 Amen 哈利利亚 天使再起落 Amen 哈利利亚 一日不得救 都丹带起落 Amen 哈利利亚 请各位一起做这个痛觉 Hallelujah 哈利利亚 请各位在一起 和祂一起做这个痛苦 Amen 呼神 我感谢赞美你 我聪心感谢 你给我的救恩 无条件的 白白的 救恩 你洗净我 结证我 破除一切的罪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一个罪人 我接受耶稣基督的保血 将我完全洗净 耶稣基督 我接受你 到我心里面来 做我的救主 我心里面相信 你是父神的儿子 你为我写记 将我的灵魂拯救 我不再属于情灵 我不再不属于撒旦 从今天开始 我是属于神的天国 永耀的天国 我口里面承认 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圣灵 我祷告 你充满我 你带领我 你启祷我 你将圣经 打开 教导我 教导我 支持我 仁令我 仁令我 我感谢 感谢 赞美 三位一体的神 从今天开始 我的名字 已经被写在生命责上 我死了之后 回到天堂 与神一起 我现在生命 我现在的生活 靠着神 靠着恩典 逆着啟示 用往 直前 向着标杆直跑 不要后悔 不要害怕 只要相信 感谢神 感谢你的大力 感谢你的大力 这个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Hallelujah Amen 赞美主 Hallelujah Hallelujah 在座的圣徒 今天晚上 你说我现在要做一个 决定 做一个决定 明智的决定 我要做一个 属灵的基督徒 圣人的基督徒 圣人的基督徒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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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我祷告 为你祝福在座 已经举起手的 每日为兄弟指挥 成年我感谢你的工作 Hallelujah 感谢你大力的工作 Hallelujah 神你在圣经里面说 我们要相信你 Hallelujah 要渴求你的账上 Hallelujah 在启示录里面 你都应爱我们 你给我们属灵的账上 Hallelujah 神我祷告 就是在座 举起手的每一位兄弟姊妹 他们的生命 都大大发挥你的光荣 神我祷告 就是你的宿灵 天上的光阳宿灵的福气 都大大降临在在座的每一位 举手的兄弟姊妹 Hallelujah 神我祷告 是他们都站起来 成为你一队坚强的 勇往直前的 天国的军队 Hallelujah 撒旦我向你宣告 Hallelujah 你所有的武器 都完全破坏 取消 Hallelujah 你一条路攻击我们 你要七条路离去 Hallelujah 释放神的天使 去保护 祝福 繁荣 在座的每一位 兄弟姊妹 包括你的家庭 你的子女 你的亲戚 你的工作 你的师父 你的生意 你的钱财 一切都得到神的祝福 祝福 以上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Amen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